大家好,我是小若言 一个新写的词叫做 《寻龙觉之彼岸花》 嗓子有些疼 但是录出来给大家听一听 喜欢的点赞,转发,留言 那是一朵开在一摇两节间的花 那是世上最美的花 据说 拿着它 可以穿越生死 见到死去的人 你说 要是你有一朵就好了 我当时说 就算它开在鬼门关上 我也给你摘了 《寻龙分金砍缠山》 一重缠是一重关 本意不想再取缠 那却有一份心不甘 心不甘从说的话 想起你的那一刹 心中自己都在骂 那我又怎么放得下 那是一次生死篇 发誓再也不摸进 以为忘了你声音 那却没骗过我的心 记忆深处的承诺 今天还是看不破 这辈子就一个 冲冲永远留在那一刻呀 对不起我不能忘 它一直在我心上 眼花是什么模样 一直在我眼前晃 走了多少条死路 才找到了神女墓 那是一个必死处呢 却不曾毁之深入 答应摘给你的花 答应要给你的家 握不住的手中刷呢 却也不舍扬了它 还想再现你一次 拔不出的心中刺 以为忘了当年是呢 却没忘了那一日 加油这座生死学 来解开我心中刑 你我斗不过要斜 才有了那场生死别 曾经给你写的诗 到无计你还不知 是不是我爱得太痴 到无计还在相思 有了一生四海群 再也看不清残云 你是不是在人群 那听着我的轻声音 很多人都曾在劝 人死不能再相见 眼中划过难归艳 拼死再见你一面 这座幕还在坍塌 我在拼了命的挖 我找到了笔案花 却又像是个傻瓜 拿到花在盗笔案 哪怕一眼也要看 用我这条命来换 就换了一场虚幻 曾经所有的希望 让我一直在流浪 这首歌是为你唱 你是否记得我模样 我狗活在人间 忠实你不了苍天 你回到了我身边 却又成了一枝烟 我用了十年 拿到了那朵 世上最美的花 又看到了 站在草原上的你 我知道那不是真的 但是 还是向你走了过去 喜欢的点赞 转发 留言 写日识